刚刚书役说你们第一个场地 户外的场地是去板桥的火车站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 那个时候你们在上面跳的时候 当然书役是在台下 观众给你们有什么反应 因为其实多数的观众 真的没有看过现代舞 他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现代舞要这样跳 我觉得在还没有做这个计划之前 我都不太知道 到底那个距离在哪里 因为以往你就 受过这个学院训练 然后在剧场演出 其实我们是看不见观众的 台下就是黑压压的 然后等到结束掌声 然后落幕离开 你都还没看见观众 有吗 你就会听到我们在台下 一直疯狂的呼喊 周修益的名字这样 对 就是喝彩这样 对或是那个互动 其实是比较有一个距离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去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 没有想到你说的就是 他们看不懂现代舞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第一次上板架火车站 我记得那时候我很紧张 所以我就跟他们要了非常多的时段 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 就去车站练习 所以那个练习的过程就很有趣了 因为我们在练习 所以又没有穿着服装 然后我们在那边跳 然后呐喊 然后开始就会遇到很多的民众来 对 跟你问问题 可能阿公阿妈就会问了说 你们在跳什么 问一下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在跳现代舞 现代舞 而且 阿虚毁 自己虚毁 就是会问自己虚毁这样 对对对 那我觉得就是尽量跟他讲 就说礼拜六有演出 你下礼拜一定要来看喔 你来看就知道会是什么了 这样 就很多类似这样的对话产生 那他们会问你说 为什么中间要有个电风扇吗 为什么舞者要 一开始要呐喊吗 我就说我们现在在排练 你现在等一下你就会看到 你等一下想一下 你想一下 然后待会就会感觉一下这样 通常就希望他可以看一下 激起他的好奇心 让他自己去想想 希望他别走这样子 你们旅行过这么多地方 有没有碰过比较有趣的 民众给你们的反应 民众给我们反应 对 民众其实都还 就是 蛮热情 蛮热情的 比我们想象中热情 而且他们也 不会很 可能是因为在户外 所以大家心情都是蛮轻松的 所以民众也不会很拘谨这样 然后其实在还没有音乐进的时候 有一些走路啊 然后我们其实会走在人群里面 从人群里面这样跳出来 对对对 然后你会经过他们 对 然后你 可是因为我们穿的就是 还是有一个表演的服装的状态 所以他们其实可以意识到说 他们在表演哦 然后他们要开始哦 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从 比较外面的地方这样 然后慢慢带进到 主要表演的场地 然后有些人就会开始跟着我们走啦 走进来到 我们要表演的地方 我们要表演的地方 当然有一些观众也是在旁边 对 是 有人会想要跟你们一起跳吗 加入这个舞蹈 目前还没有耶 小朋友啦 对 小朋友就会跟着在那边跟你讲话 我们在叫 叫文 然后他们就 啊 他也会跟着叫 他也跟着我们一起叫这样 那很有趣 对 小朋友的反应 小朋友 像在四四南村的时候 或是在一二年的时候 那一场就 因为四四南村那边 常常会有很多小朋友 可能在那边爬那个山坡啦 那其实因为有趣的是 我们不一定会遇到特定来看的人 是 有一些是他刚好在那附近玩 然后他 于是他选择靠近 那时候他们就更自然 更轻松 小朋友甚至在旁边这样旋转啊 就像他刚刚说 我们叫 然后小朋友就会自然反应 跟着叫 大人看到的时候 也会觉得很有趣 其实我觉得 一部分来说小孩 有那个很直接的反射状态 去 好像他有点表达他看到了什么 对 对 但是反而大人会比较冷静着 在思考 舞蹈旅行计划到今年是第几年了 第四年 你们之前去过了哪些地方啊 每年夏天都旅行 那不回家的吗 去了哪些地方 对都没有再回家 不回家 我们其实从一一年 从台北为主又开始嘛 对 所以从大 就从大城市开始旅行 所以台北 台中 然后高雄 接到了 第二年之后 我们就去了台南 对 然后新北市 然后就扩张到整个新北市 三峡一带开始演 然后直到去年 其实我们台市夏天都不回家啦 因为去年我们才把整个旅行 试着把它全部都绑在一起 接在一起 这个城市就接下一个城市 再下一个城市 对 全部结束之后才回台北 对 这个团场真的很惨 对 暑假都不回家 对 对 那之前去过了表演的地方都是 庙口吗 公共空间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戏图就是要去到 人平常就可以去的地方 本来就有人群聚集的地方 对 本来就有人群聚集的地方 所以它就是我们的生活领域嘛 生活范围里面 你可能会去这个公园啊 你会去美术馆走走啊 那只是来这个地方 突然你会遇到一个不是这个地方的事 这样子 对 所以就这样跑了 像去年我们就去了台东 对 到花莲 到宜兰 然后回台北 十八天就这样子 一路跳完 十六场演出 几乎每天一场 对 但是我们其实在集中在 五六日 五六日这样 所以不只每天一场 五六日可能一天两场 对 有一些时候 有些时候两场 有些时候这样子演 对 哇 今年要去哪里 今年要去南投 要去彰化 那你想去哪 我因为我之前 就是之前其实有问说 去过你家了 对 去回家乡的事情嘛 所以其实在一二年的时候嘛 对 一二年的时候 校时是哪里 我是台南人 所以一二年的时候 就有回到台南这样子 然后一个很有趣的经验这样子 因为十八岁之后上来台北念书 其实也都很少回家这样子 然后回家可能就是都在家里面 是 对啊 所以那一次回去的经验 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回到自己家乡 然后那些你好像很熟悉 但又其实有一点陌生的人群们 这样子 对啊 所以那一次带回来的感动很大很多 家人有混在人群里面看吗 有有有 混在人群里面看 对啊 说什么 说什么 就是说很辛苦 不会啦 他们就是已经很理解 我们这样的选择了 对啊 还是很鼓励啊 也很开心说 终于回台南跳了这样子 对 这还蛮重要的 对啊 终于回家乡 其实爸爸妈妈可能 或是家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你现代舞在学什么 或者是 对 就是女儿都在北部念书 对 偶尔一次回来家乡 然后在大家面前跳舞 对对对 哇 这我早点 这样吗 很开心 对啊对啊 那那修鱼呢 修鱼你有最想去哪里跳吗 其实都很想去 对 因为我是台北人 然后 我很少去台湾的其他地方 因为我从小就是生活在台北 是 对 然后只有有时候 小时候会去外面旅行 对 可是我觉得 舞蹈旅行又很不一样 跟一般的旅行 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只要是我没有去过的 我都会想要去 但我今年 我是选了金门跟苗栗 就是我查这两个 结果都没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想去金门跟苗栗 没有苗栗是因为 其实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苗栗人 然后在那边 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庙 修鱼也是想要去苗栗组亲友团 跳舞的时候 亲友可以在下面加油 对啊对啊 就是而且可以 跟他们分享我们的快乐 我觉得很棒 对 那金门是为什么 金门是 我以前其实有去过金门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边的历史 就是历史环境 我觉得很妙 就是炮台啊什么的 然后可是如果像我们 这以这个舞蹈过去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 很奇妙的 冲突或是反差吧 我觉得 就是蛮有趣的 对 那时候第一年 在本窑车站演完好开心 因为你就是看到大家笑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 很真实的一个演出经验 对所以 慢慢的这个 这个免费演出才知道说 它要付出的东西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大很多 对 好 好 谢谢观看